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小鹏的展台 今年小鹏汽车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这个飞行器 小鹏现在推出了几款热门车型 比如是G3或者是P7 然后今年车展 小鹏又把他的领域延伸到了空中 带来了飞行器 来看一下这个飞行器 是一个单座的单人的 它的上半部分 这些螺旋桨看上去很像是大江的无人机 然后下方它是一个单座舱的 很像是我们在家里模拟飞行玩的操控器 包括TOP 再下方就是它的骑漏装置 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还是蛮新颖 我估计是从无人机的灵感都到了启发 今年的本车展 小鹏就是汽车的创始人 何小鹏在发布会上的 首次向大家介绍了 小鹏本人和小鹏汽车 共同投资控股的航空高科技创新企业 小鹏汇天 小鹏汇天已经创办了七年 拥有15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是中国新型飞行器设计规章的一个制定者 未来小鹏汇天还将致力于用汽车的体系和思维 让飞行走进家庭 所以未来现在有很多这种车企开始不断的进行转型 我们都知道像极力汽车已经向科技公司进行转型 那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公司的小鹏的汽车 它其实并不是极限于在陆地上这么一个载具这个领域 它同时又将自己的触手伸到了空中 那未来我相信大家看过很多这种科技科幻电影 都是将交通工具向上延伸 进行了一个飞行汽车这么一个设计 所以小鹏就是走到了世界的前沿 达到了飞行器 其实极力现在也是有自己的飞行公司的 它是收了一个美国公司 然后打了一个飞行的汽车 然后现在看到小鹏也是在近年飞行车展 带来它的一个全新的 也是令人比较期待的一个飞行产品 就是这个宇航者T1 OK那这一期呢 就是小鹏汽车北京车展展台的一个报道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兄弟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